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就因为自己有两个缺口 就让三个缺口的小海绵给自己让座 而可怜的小海绵连饭都没有吃上一口 就必须要起身 原来这是个奇葩的世界 每个人身上的缺口就代表着他们的等级 缺口越少 等级越高 三个缺口的小海绵 特别羡慕没有缺口的上等人 因为他每天不仅要为高一级的人 做繁重的工作 还要无限制的给他们让座 更可气的是 连买朵花都要被拘之门外 小海绵特别气愤 他做梦都想变得衣食无忧 可要怎么改变命运呢 就在这时 小海绵突然看见了一座宫殿 而且一个缺口没有 小海绵十分好奇 于是敲开了那扇门 里面居然坐着一个完美的上等海绵 他还示意自己 可以把他的方块取下来 补上自己的 这样就可以提高等级了 小海绵好奇的尝试了一下 诶 颜色可缝的 可就在小海绵高兴的离开时 上等海绵却露出了诡异的笑 尝到了高一等级的优势后 小海绵又找到了上等海绵 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 只有一个缺口的高级人 从此小海绵过上了一时无忧的生活 享受到了高级人的优势后 小海绵的欲望也越来越膨胀 他也想成为上等人 体验一下王位 于是他又找到了上等海绵 取下了最后一块 安在自己的身上 上等海绵变成了下等海绵 他却开心极了 就在这时 小海绵才发现 虽然变成了上等人 可自己却被困在了宫殿里 失去了自由 他拼命了想要拔出天家的方块 却怎么都拔不出来 原来只有人愿意 才能帮他取下来 这下惨了 所以永远不要羡慕别人 因为别人也可能在羡慕你 这是个一年前的古壁 死神却要拿他钓大鲨鱼 于是他扯下船帆上的线 把线系在古壁上 就丢进了海里 结果鲨鱼没有钓上来 却把他拽进了海里 那鲨鱼又跑得实在是快 死神根本招架不住 又一看鲨鱼的尾巴 那简直不是一般的鲨鱼 说不定是个怪物 死神就是拼命拽他 可鲨鱼却越游越快 没办法 死神只能一把 扣中男人的小船 可突然 鲨鱼居然一跃而起 我的妈呀 这哪是鲨鱼 这简直就是成精的癞蛤蟆 死神不会就这么被嘎了吧 更奇怪的是 小船上的人居然还能看见死神 不是只有死了的人 才能见到死神吗 原来就在刚刚 阿强因为酗酒差点死掉 死神正是来收割他灵魂的 结果却发现阿强还没有死彻底 死神一下就懵了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事 死神赶紧拿出男人的沙漏一看 我的天 这得低个十天半个月的 没办法 死神只能等男人完全死掉 结果却意外发现了一箱的金子 这时阿强就突然睁开了眼睛 赶紧护住自己的金子 哎 就是快死了 还放弃不了诱惑 但死神哪里知道金子的用处 就用他玩起了水上Q 这可一下就把阿强气活了 那可是自己拼命换来的 然而死神觉得还不过瘾 于是就用金子吊起了鲨鱼 结果那不是鲨鱼 而是一只沉浸的癞蛤蟆 那蛤蟆是越游越快 死神只能用镰刀死死的扣住小船 可眼看就要冲上礁石了 为了保住小命 死神突然就松开了手 阿强一下就被甩飞了出去 连同一面硬币 落到了酒吧里 好了 一醉解千愁 干杯 而死神却被一箱的金币 拖进了海里 再也不能收割阿强了 阿强因为想要得到钱 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你觉得他幸运吗 这是一只刚刚吞掉30万人的海妖 可他却没有吃饱 刚好这时他发现了渔船上 有两个年轻人 就想要魅惑他们 并把他们吞掉 但你绝对想不到 这次他可把自己害惨了 女妖刚浮出水面 就想吸引船员的注意 结果小船却开走了 根本没看见他 他怒了 于是赶紧追上去 想要来一首动人的音乐 结果还没发出声 就被一堆烂骨头砸中 下一秒 又被船桨砸进了海底 这也太惨了吧 海妖彻底怒了 他要放大招 于是他赶紧跳出海面 尽力展示自己的妩媚 哇哦 这也太美了 结果却被海鸥一脚踹飞 海妖不气馁 于是又爬上了小船 立刻唱起了歌 眼看小船员经不起他的魅惑 马上就要被吞掉时 却突然被一天枪给拍晕了 这下好了 女妖被砸得 直接放出了5400瓦的电压 给小渔船照的赠名挖亮的 女妖刚想卖萌 结果兄弟俩居然想到了 发财的好办法 他们把女妖关进了浴缸里 抬着小船上开起了酒吧 只要女妖一怒 就会提供整个酒吧的电源 那简直happy极了 从此兄弟俩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而无恶不作的女妖 也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这个小数字一 不小心撞到了什么东西 抬头一看 居然是个巨大的数字一摆 小数字一羡慕极了 十分想知道怎么才能变成数字一摆 数字一摆告诉他 自己是由无数个数字一组成 先是十个数字一排成一排 再把十个数字十组合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一摆了 也可以由两个五十的方块组成 还可以由四个二十五的方块组成 更可以由五十个二十的方块组合而成 数字一摆可以由任一个数字一来组合成 而且数字一摆是非常巨大的数字 它如果排成一排 就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可以让你看到更多的风景 数字一摆的巨大是没有空间限制的 一百个房间组合成的一摆 就是一座巨大的高楼 因此数字一摆告诉数字一 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你的作用非常大 因为数字一摆缺少你 就不可能是个完整的方块 也因为你才能组合成任意的形状 比如长方形和正方形 而数字一摆又是由这些长方形和正方形 拼凑而成的 更因为它也是由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 到九十个的方块组合而成 所以数字一摆大约一摆以内的任何数字 形状上也比任何一个一摆以内的数字 都要大很多 所以想要变成数字一摆 你就要集合你的一摆个好朋友 努力又秩序的拼凑在一起 通过集体的力量 来变成更大的数字一摆 这样就会变得强大了 小数字一高兴坏了 自己虽然渺小 但它终于知道 怎样通过努力 变成更巨大的数字了 这个沙娃娃 爱上了千里之外的雪娃娃 可它们中间却隔着一片 几万米宽的大海 为了能相爱 沙娃娃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 它要跨越大海 你觉得它能成功吗 这个孤独的沙娃娃 已经被困在这里5000年了 这天在玩耍时 却捡到了一个漂流瓶 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堆雪 可这里怎么可能有雪 它觉得对面一定有朋友 于是它就把沙子装进了瓶子里 也投进了大海 结果七夕49天后 漂流瓶居然真的回来了 里面还装了一棵小松树 沙娃娃乐坏了 已经有5000年 没有人和自己交流了 它立马把松树 带到了自己的头上 又为了投桃报李 将一均82年的新鲜海带 装进了瓶子里 几天后 对面的雪娃娃收到了礼物 也高兴地把海带 装饰到了自己的头上 它也高兴坏了 原来对面有人 于是它又把几个果子 送给了沙娃娃 沙娃娃居然用它们 装饰成了眼睛 太神奇了 沙娃娃一下就好像有了灵魂 于是它也把一些贝壳 送给了雪娃娃 雪娃娃也不约而同地装饰了自己 看起来很美的样子 就这样你浓我浓 过了整整一百年 两个人终于相爱了 它们也开始越来越思念对方 于是沙娃娃有了个重大的决定 它给雪娃娃写了一封信 它们决定要在日出时 在海底见面 那可以有多美好 双香奔赴的爱情 本来会是个美好的结局 但对于它们 却是致命的危险 因为它们遇水计划 但为了爱情 两个人决定义无反顾 它们走进了海里 与其孤独一生 不如拼命一搏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这是两个奇怪的兄弟 弟弟喜欢生活在五颜六色的房间里 而哥哥却喜欢生活在黑乎乎的房间里 他们每天步调一致 却互相并不打扰 直到这天 一只小青蛙打破了这一切 小青蛙一秒就跳到了弟弟的沙发 呱的叫了一声 这个把弟弟吓坏了 因为弟弟根本听不到声音 每天就靠阳光来起床 开始的时候 他还以为是幻觉 结果突然 他又听到了青蛙在叫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 没想到 小青蛙却一下跳到了哥哥的房间 更奇怪的是 小青蛙走到哪里 都会把四处涂上颜色 这可把哥哥气坏了 一把就赶走了他 小青蛙恰好落到了弟弟的面前 这是男人第一次 真切地感受到声音 小青蛙一下跳上了餐桌 涂倒了桌子上的食物 还以为打开了电视 弟弟高兴坏了 他感受到了电视的声音 由于青蛙不停地破坏 房间里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哥哥想要抓住他 可青蛙就是越跑越快 还把哥哥的房间统统变成了彩色 弟弟因为受不了噪音 偷偷躲进了卧室 而哥哥因为控制不了局面 拿起了自己最在意的绿植 躲到了床上 但小青蛙还没捣蛋完 他跳上了音乐盒 放了一首大家最喜欢的音乐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哥哥的手突然变了颜色 他轻轻用力一点 结果小树苗居然也变成了彩色的 而弟弟在平静下来后 也开始享受声音 带给自己的快乐 他不自觉的打起了节拍 所以学会接纳新事物 你会发现生活中有更多的精彩 你知道当陆怒正 遇到老司机会发生什么吗 男人因为在马路上不守交通规则 差点追尾 结果他却没有自我反省 反而埋怨前面的车开的太慢 暴躁的男人立马追了上去 羞辱他车技太差 结果却被老人车上的一包香烟吸引 可老人就是假装听不见 下一秒 男人又差点被迎面驶来的汽车撞到 这下他更暴躁了 赶紧又追上老人羞辱他 可他绝对想不到 人家可是个老司机 老人一看男人这么无理 于是就想教训一下他 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暴躁的男人也不示弱 绝对不能拉到老头后面 两个人丝毫没有察觉到 对面巨大的危险 因为一辆火车正在飞速驶来 暴躁的男人一看危险 赶紧紧急刹车 可老司机就刷一下 冲了过去 这下完了 陆怒正男人疯了 他发誓一定要超越老人 可他绝对想不到 这场惩罚男人的好戏 才刚刚开始 男人拼命的追上了老司机 结果那老司机居然停了下来 男人一看赶紧到车 非要和老人停在一个方位 他示意老人 只要把烟给自己 这事就这么算了 可老司机偏偏不吃这一套 他开始拼命的采油门 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 男人一看 这是要跟自己一脚高下了 于是他也开始拼命的采油门 可他却低估了老司机的谋略能力 男人傻不拉击的就刷冲了出去 开始疯狂的采油门 汽车都泡沫烟了 不仅把男人烤成了碳 还一下就变成了拖垃圾 而老司机却纹丝没动 静静的看着这场好戏 路怒正男人终于平息了愤怒 老司机也把自己的烟给了他 结果那烟盒里居然是一颗泡泡糖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了 所以千万不要惹怒一个老司机 这个木头人成精了 为了救出自己被抢走的女友 他经过长满剧毒的荆棘 又跳上周身尖刺的灯 却因为自己太重摔倒在地上 他真的能成功吗 原来就在刚刚 阿强和漂亮的阿珍正在跳舞 结果天上却掉下了一个响 还长得人模人样的 他一眼就看上了阿珍 为了霸占阿珍 又把阿强一把踢进了花盆里 阿珍可是玩具店里最漂亮的女孩 阿强怒了 可还没等去抢 女友和抢人的大壮 就被一个小买主带走了 只要是女友被买走 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见面了 不行 阿强发誓 必须把阿珍抢回来 谁料他刚跳上小灯 就因为太重摔了下来 更危险的是 他还触动了里边的玩具击荤 一把一吨重的福导 就砸了下来 一个没完 还两个 三个 幸好阿强足够机警 闪现用的贼溜 这才躲过一劫 眼看女友就要被大壮欺负 阿强左手拿起盾牌 右手拿着把伞 就冲了下去 下一秒 他一脚就把大壮蹬下了柜台 还没到大壮起身报复 小主人就付了钱 把阿强和阿珍带走了 从此阿珍和阿强过上了 没修没臊的幸福生活